索尼正式官宣PS5 Pro 外观长这样 售价699美元 2024年11月7日发售 那么PS5 Pro和当前的PS5比好在什么地方呢 PS5游戏一般有一个开关 它可以调画质模式的30帧 或者性能模式的60帧 PS5的首席架构师 他也说这个选择十分困难 你要画面帧率就难受 你要帧率画面又难受 一些动作游戏或者交互比较多的游戏 一般会选择性能模式 也就是60帧 但是画面会丢失很多细节 各位知道吗 有四分之三的玩家会选择性能模式 这也就成为了PS5 Pro的关键目标之一 PS5 Pro在硬件方面和PS5比 有三个方面提升 第一GPU大了67% 内存宽带快了28% 渲染速度提高了45% 第二是光线追踪更高级了 做了简化和加速的处理 和PS5比有两倍甚至三倍的速度提升 第三就是PSSR 也就是超采样技术 利用AI机器学习 它有一个学习库 这个库是干什么用的呢 它可以使用低分辨率计算游戏画面 然后再用这个AI学习库增加大量细节 提高游戏的有效分辨率 现在第三方正在为新游戏和现有的游戏添加对PS5 Pro的支持 那具体效果怎么样呢 PS5 Pro可以以类似于画质模式 也就是高保真模式的那个细节水平 然后让帧率翻倍从30帧翻到60帧 也就是说用PS5 Pro玩游戏 玩针对它做过优化的游戏 细节更多还更流畅 每秒是60帧的 这个和我之前猜想的一样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看我之前分享过的PS5 Pro的视频 那么简单点说 PS5 Pro的性能几乎是PS5的两倍 或者说如果用性能模式玩 都是每秒60帧 那么PS5 Pro画面更清晰 细节更多 最后一点 PS5 Pro是PS5的补充 也就是PS5 Pro和PS5同时在卖 PS5并不会停产 好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信息 给各位参考